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荷梅斯和拉荷这两位学者所研究出的压力指数量表 可以测量出一个人对于所面对的压力 在人生压力排行榜上第一名的是丧偶 这通常是很严重的打击 尤其是关系很亲密的伴侣 如果这对夫妻正处于空巢旗 迎面袭来令人措手不及的估计和无助 会让事态更加严重 迈入老年会有痛失另外一半的潜在可能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除非我们是先过世的那个配偶 通常先生都比妻子早逝 寡妇的人口多于失去太太的丈夫 另外一个现象是留下来的配偶也会在痛失配偶之后不久 离开人世 有关至亲的人过世之后 经历的悲伤过程受到广泛的研究 人们发现构成悲伤的过程有五个典型的阶段 在任何丧亲之痛的经历当中 都同样有这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否认 人们会利用心理的防卫机制 否认至亲已经过世 他因为受到惊吓而逃避 面对失去至亲的情感 言谈之间就像配偶仍然活着一样 第二个阶段是愤怒 失去至亲的人终于面对现实之后 却因为这个事实是极大的打击 心中可能倍感沮丧与无助 愤怒的情绪可能冲着医生 环境和上帝 还活着的人会问 医生啊 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呢 失去至亲的人 为什么是我们呢 上帝啊 你为什么让这种事发生 甚至埋怨过世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早离开我 第三个阶段是讨价还价 在这个阶段 失去至亲的人活在如果的阶段 反复思考当初可以有哪一些该做或者怎么样做 使事情有不一样的结果 在这个阶段里面 情绪可能被罪疚感控制住 第四个阶段 是沮丧忧郁 人们在这个阶段 开始接受至亲过世 自己孤身一人的痛苦事实 孤疾感和自怜自意 会使得忧郁变得痛苦 无法忍受 它的征兆包括了 无法成眠 经常哭泣 失去胃口 以及活力 以及远离人群 第五个阶段是接受 失去至亲的人 开始接受新的现实 做出必要的调整 情绪变得比较平和 投入情感 并且务实地面对日常生活的各样细节 开始得到医治 有时候人们会退回到 比较早期的阶段 这是医治过程当中的一部分 或者他们会发现 自己卡在某一个阶段 很难突破 我们若记得 耶稣的朋友拉撒路过世的时候 耶稣哭了 这会对于我们有帮助的 他能够体谅我们失去亲人的伤痛 诗篇147篇第三节说 耶稣 他医好伤心的人 我好他们的伤处 老年面对的主要困境之一 是孤寂 失去配偶 至亲 或是好友之后 这种痛苦更为剧烈 寂寞会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验 甚至导致社交的孤立 还有忧郁 他也会令人失去健康的自尊心 即使是使徒保罗 当他困在监狱当中 无法自由行动 与日常接触的人 断绝联系的时候 他也会感到寂寞 他抱怨着 没有人前来帮助 竟都离弃我 他的朋友当中 有些人受到世界的诱惑 或是因害怕 与保罗交往的危险 而与他疏远 毕竟当时保罗是为政治犯 其他人则必须为主做工 保罗写道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因此他敦促提摩泰 紧速地探访他 并且把马可带来 我们或许也记得 旧约的先知以利亚 他在筋疲力尽 孤疾沮丧的时刻 向上帝哀高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但上帝向他显明 他在以色列当中 保留了七千名 像以利亚一样英勇的忠诚之士 其实 以利亚并不孤单 失去亲人或寂寞的人 如何寻得解脱和帮助呢 他可以考虑以下几点建议 诚实面对自己的想法 还有感受 与精进的人 分享你的心路历程 如果你觉得很难向人开口 尝试着写在日记里面 借此抒发你的情绪 找到一个让你有归属感的团体 对于失去亲人的人而言 与其他有失去亲人经历的人聚集 将会得到很大的帮助 你如果受到寂寞的纠缠 那么就应该尝试与别人建立关系 有一些教会 也会为长者安排白天的活动 你可以服侍有需要的人 以怜悯之心伸出援手 本身就是一种一致 兼顾得到深刻满足的经验 另外就是给自己时间 医治往往需要时间 首要的是转向上帝 寻求陪伴的力量 最终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或许孤单 但是我们绝不寂寞 因为我们若与基督同行 祂时时与我们同在 绝不离弃或撇下我们 问题 反思 一 诗篇146篇9节提到 上帝扶持孤儿和寡妇 为什么圣经格外关注 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的需要呢 您可以参考 您可以参考生命纪十四章二十九节 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 和二十三节 使徒行传六章第一节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教会如何服事 遭受失清之痛的人呢 二 阅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三十九节 请分享这一段经文如何帮助 受寂寞之苦的人 面对孤疾的人 你可以提供哪些服事 想想看 有哪一些人 你可以用上帝的爱 来关怀他